不过几家欢喜就有几家愁 中韩FTA的签署却引起了台湾业界的忧虑 台湾的行政部门也表示 中韩FTA对台湾的冲击非常大 盼能够加速大陆以及其他地区的双边贸易的谈判 也期盼立法机构能够支持加速审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而马英九办公室则强调 台湾上下应该严肃面对FTA的签署 正是对台湾经济的负面冲击 来看报道 中国大陆与韩国6月1号正式签署FTA 今年内就可正式生效 对此 台行政部门发言人孙力群表示 由于韩国与台湾很多产品有替代性 供应链一旦断掉 要在衔接有困难度 台行政部门认为 中韩FTA对台湾冲击影响很大 希望能加速与大陆及其他地区的双边FTA 也希望台立法机构支持加速审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而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陈以信则强调 对于中韩签订FTA 台湾应该严肃面对正式对台湾经济的负面冲击 同时 敦促立法机构 应加快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与服贸协议的审查 陈以信请民进党对两岸相关重要法案高抬贵手 不要再让台湾自甘落后 民进党一再暴力拖延两岸相关重要法案 已经成为拖累台湾经济发展的最大罪人 陈以信表示 在区域经济整合的大趋势下 别的国家和地区不会等台湾 台湾必须挤起直追 才能避免被边缘化的危机 中韩正式签订FTA 不单蓝营忧心忡忡 就连绿营自家人也看不下去了 曾任台湾海基会前董事长的绿营大佬洪其昌 呼吁民进党不要杯葛两岸服贸和货贸协议 台当局则要紧速展开货贸谈判 他期望今年底前就能完成 洪其昌受访时表示 中韩自由贸易协议对于台湾没有立即冲击 但台韩出口产品同构型很高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洪其昌说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已经表示 会全力完成两岸监督条例 立法机构本会期休会在即 如果有需要的话 立法机构应该召开临时会 紧速通过两岸监督条例 建立监督公开透明的机制 而台当局也应尽快展开货贸谈判 希望能在今年底前完成